睽違三年仁安基金会重启端午团聚的贺杰活动 苗栗平安站结合县内企业以及社团 办理韩式端午关怀活动 发放应节的纵子之外 也提供折叠仪以及关怀包 也期望协助韩式们尽早自立 回归社会与家庭 端午假节将至关怀接头韩式 仁安基金会苗栗平安站睽違三年 在后疫情时代重启三节关怀活动 准备了应景的粽子、折叠椅 及内韩夏季内衣裤及清洁用品的关怀包 近三百份 让韩式感受社会温情 帮我们的这些街友跟一些独居老人 还有韩式们办活动 希望他们在端午假节可以过一个 过一个很好的活动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次还有发放粽子 还有一些物质包清洁的部分 希望他们能整理他们的外观 然后精神会比较焕发这样子 一起共商盛举的单位包含苗栗县山城国际青年商会 赞助应节礼品 还有东亚法义连锁集团 社团法人苗栗县社会福利促进协会 提供疫检、疫诊 为韩式打理面容及把关健康 众人也期盼社会各界的善意凝聚起来 分享关怀 让韩式们有力量重新站起自立自强 有一句话就是你不会很孤单 我们大家都陪着你 社会上真的有很多的资源在益助他们 那我觉得说你今天有受到社会上的益助的时候 你要想想说如果改天我也可以益助其他人的话 这才是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苗栗平安站设在苗栗市南苗市区 常年提供防击、防寒避暑、防病、工作转介、积散解关怀等相关服务 短期内无法在外面 自己在外面生活的话 他们可能会需要进到像是平安站这边 那他们短期之内不会有一个 在外会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啊 因为毕竟在平安站 还有其他的义工或者像黄站长这边可以帮忙协助 透过活动也欢迎民众支持平安站 韩式常年服务 与仁安一同帮助韩式不再挨饿 让平安站服务不间断 社会更相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